Video Next 媽B台 BB踏入五、六個月 就可以嘗試給她吃固體食物了 開始之前 都要肯定BB的頭夠硬正 坐得穩 會含著小匙匙 最重要當然知道 她對奶奶以外的食物感興趣 見她嘴巴動動 就在固定的吃奶時間之外 設個時間給她嘗嘗真是吃嗚嗚 為了保持衛生 煮BB嗚嗚的用具要買開一套 市面上有很多是專為BB而設 例如多些用小鍋 用來煮小粥就最方便了 另外的固體食物調理器 好似炸汁器 烧雞 方便炸完生果汁之後隔渣 有一些碗的底部有坑紋 方便磨滑食物 磨溶器 用來磨紅蘿蔔之類就最適合了 而木棒呢 就可以用來棕爛食物 粉以外的味道和質感 又未懂得怎樣吞飲 所以初期的固體食物 應該是用小粥為主 如果是煮小粥 米和水的比例應該是1比10 而煮好的梳果、魚肉等等 都一定要磨成小粥 哈哈哈哈 B的營養主要是來自熱量系 維他命、礦物質系 和蛋白質系 我們會為每一個系列 提供幾款食物選擇 哈哈哈哈 熱量系 最多媽媽煮的當然是粥仔 將一茶匙的米 先用四分三杯的水用猛火煮滾 然後用慢火煮一個小時 關火之後再焗十分鐘就可以了 第二款是薯仔糊 將薯仔用滾水煮軟 去皮之後中成熔 再加入適量的水就可以吃了 第三款是香蕉糊 將四分一條香蕉 中爛它 再加少許水 放入微波爐丁30秒就可以了 多簡單 說了那麼多傳統的 不如介紹新一些食物給大家 它就是麵包粥了 將半塊麵包切碎 加少許奶粉和一杯水 混合煮1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記住要周不時攪拌它 直至它變成糊狀 維他命、礦物質是 這些食物主要都是蔬菜類 做法和薯仔糊 香蕉糊就差不多 譬如吃南瓜 份量是15克切到1.5cm的薄片 加點水 放入微波爐丁兩分鐘到淋 去皮之後 加適量的水磨成糊狀就可以了 想吃紅蘿蔔呢 份量是15克 煮熟去皮之後 加入水磨成糊狀就可以了 其實番茄都不錯的 份量是10克 只要把它去皮去紙 切粒煮成糊狀就可以了 至於菠菜和西蘭花 做法是先煮熟它 然後加適量的水 中成糊狀 記住菠菜葉的份量是15克 而西蘭花呢 10克就夠了 蛋白質是 豆腐、魚、蛋黃和芝士 都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不過最緊要是看份量 例如豆腐了 15克就夠了 煮熟之後加入水 中成糊狀就可以了 而魚呢 就用石斑魚20克 蒸熟之後 又是加水中成糊 想寶寶吃一下蛋黃 就先將雞蛋 十十一分鐘至全熟 拿半個蛋黃出來 加水中成糊 如果要吃芝士 茅屋芝士 脂肪就比較少 適合初期食用的 但是都不可以太多 十克就夠了 因為鹽分重 做法就是 將芝士加水 中成糊狀 注意喔 隔幾天最好試另一種食物 順便看看有甚麼食物 會令嬰兒腸胃不適 那嬰兒 你就聽到流口水了 南偉媽媽要用心學 那些食物小小睡 這麼麻煩 我們可不可以吃baby food來代替呢 如果家長真的煮不切的話 用baby food來取替 都是無可口非的 但是每一次用完之後 我們就要把瓶蓋扭緊 放進雪櫃裏面 就可以保持新鮮了 不過 始終baby food的種類 都是有限的 用來用去 都是那幾種的話 小朋友就不是習慣 那麼多新鮮的食物了 家長呢 如果想建立小朋友 一個健康的飲食習慣 自己偶然之間 都要動手 煮一些不同種類的食物 給自己的小朋友嘗試一下 小朋友多些接觸不同的食物 就不會養成偏食的習慣了 第一口餵食方法 首先寶寶坐在手臂上面 用寶寶專用的匙巾 拼起小虎 慢慢在寶寶的下順上面 這個時候 因為寶寶上順 同時會受到刺激 它就會慢慢張開嘴 只要用小虎伸入利面 輕輕把匙巾提起 寶寶就可以順利地吞到食物了 注意 想嘗試給寶寶吃 寶寶 一定要等它心情好才好 如果寶寶扭 就不要勉強了 寶寶有話說 初初開始試食古仔 千萬不要心急 第一次的份量 應該最多一茶匙就可以了 一日最好試一餐就好了 等我適應了 才慢慢增加份量 媽媽知道多點 就一定比阿B 想知道更多相關資訊 就去我們Videonix媽媽B台的網上看看